歡迎回到第二節的科技集穿 我們第二節就來到遊戲新聞 原本新聞 一開始我們先講幾隻新的遊戲 第一隻我又不是很熟悉 應該是機佬 機佬先講一下 其實最熟悉的那個應該都不在錄音室 可能在家裡又在吊男 在吊男 之前我們說他只顧著吊男 吊鐵 你以為已經超越了美國的同志 彩虹的東西 已經在跟死物發生關係 今天你說吊牆 然後你講我的朋友說吊男 我們有時候吊印度 語人化 由於太糟糕的關係 我們先講一下今天第一隻 先講一下你想吊什麼 你想吊什麼 大家都知道 藍娘這隻叫Fresh Game 藍隊collection 沒錯藍隊collection 或者叫藍娘 其實已經推出了很久 現在它終於確實了 它的PSV版 下年大概2月份 是延遲再延遲 已經延遲了一年了 暫時 暫時就說下年2月 對 如果這隻來說 其實作為粉絲都會買 就算你不是粉絲 你沒有玩過Fresh 你也可以買 為什麼呢 雖然它的玩法一樣 但是它的玩法全都會動的 之前我說的就是有隻鹹遊戲 Niccopara 它用的是Emotion 的那個引擎 其實全部都是一些玩法 但它會轉頭 動手 斬眼 我想問一下Fresh Game 那隻網頁版動不動 沒有 我發現現在PSVeter會動了 但也有吸引力,Fresh的版本是有配音的 現在一樣有配音,還多了一點,因為它有一個外製 在大堂上它會有外製的Logo,現在它可能也會移動 但要不要放棄Safe? 玩過了,這隻好像是OF-Line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當年PAD,類似手提及街機那隻 街機那隻是全部會移動的 就是PADZ,但因為PADZ和街機那些 它們是完全不同玩法的,好像那隻變了Pokemon 一起打的時候才轉轉 不如這樣說,其實玩法沒有分別 但它在介面上和操作上就有一點點的 變得像不是Fresh Game,而是一隻手提機的遊戲 我想問是不是Fresh Game那隻網頁版有沒有故事 其實每隻艦都是故事 因為它每隻艦都是現實的艦,不論是沉到尋到尋到 現在這隻PS Vita會不會有主線故事 現在眼看其實玩法也是差不多 都是打地圖 其實那些地圖是現實的地圖 只不過它把它變成 可能叫做隔離海 即是印度海 它會用這樣的方式來形容給你聽 但全部都是史實來的 但是作為一隻,你說是offline PS Vita而已 那如果它沒有一個主線故事 有沒有一些課金的機制呢 那它究竟有什麼吸引力令到你去買一隻新遊戲呢? 如果你的人一來 你可能對軍事有一點興趣 或者你本身覺得那些艦隊很低 那也可以的 另外來說,你喜歡玩大戰略 或者你喜歡玩機戰那類的 戰棋遊戲的 換裝備的 或者是有進化這類的 打一些材料 如果你喜歡,這遊戲也對 它是有點像大戰略那種的感覺 因為它的戰,又不是沒有的 但我覺得相對低 可以說是沒有那麼複雜 可以入門一點 但是如果你要比較硬性的 去安排戰略 那就機戰力 大戰略那些就會好一點 機戰沒有戰力可以 OK 稀合稀合,去中間搞定 但是我始終在擔心 就是說它作為一隻PSV遊戲 它究竟有沒有課金收入來源 或者反過來 Fresh遊戲其實它都有課金系統 但是如果你不是真的迷到變態那種 你是不用課的 但是藍梁是有很多變態佬的 但不要緊 因為PAD在手機上也是沒有的 然後轉換回家睡覺 OK 因為其實它所謂的藍 其實一來都是起出來 或者是打出來 所以來說 不會說真的好像PAD那樣 你要給石抽 就不會說 知不知道哪一家幫它出 嗯 好 先說 它賣工好像都是它自己 自己出 自己出 那就詳細我可以再更新 但是同時間好像還有一個 它是特別版主機出 是 沒錯 但是特別版主機沒有記錯 好像連有些粉絲都未必 吃得下 好像也頗普通 設計的 它不是說設計有問題 設計其實粉絲都喜歡 就是粉絲都喜歡 對 因為後面的機就是炮仔 第二個問題就是它開賣的時候 就是它在Sony JP那裡開賣的 是 但是開賣之後很快 設計就死了 哦 因為它沒有想過藍良的設計 是很恐怖的 它完全低估了藍良粉絲的實力 為什麼低估藍良粉絲的實力 這麼搞笑 我不明白 或者說一說 其實從Fresh Games開始 就算我大概玩了一年 其實一年前 它是偶爾會開一些 所謂新的帳戶 給你們去登記 嗯 每次大約一萬多到二萬個 其實大約兩三分鐘沒有了 對 就好像欠iPhone那樣 我記得它搶帳戶很厲害 但現在開賣居然會低估藍良粉絲 真是很奇怪 整件事 其實大家都沒有想過一隻Fresh Games 可以這麼受歡迎 其實我又不怪Sony 對 就是正如你搶iPhone 我總共應該說 你一旦iPhone開賣 那個你的伺服也會低估 是 就是你現在走回去什麼 前陣子我那台MacBook拿去弄 你走到欺慎下面 整個人都舉著iPhone 收遊戲照片 或者在玩 對 那這隻藍良PSV 真的好 就是粉絲一定要留意 不是粉絲有興趣的 可以看一下 對 但是你完全沒有興趣 對藍良的東西 可以不用檢視 對 對 都幾粉絲向的遊戲 對 那 講完這隻藍良PSV版 另一隻好像基佬 你就說要隨著褲來講 都是一隻Follow up的東西 基佬 算不算褲 之前都算褲 對 那就 今次 你有沒有穿返褲 就是有點噁心 我沒有想說 OK 你穿吧 因為 因為 因為今次 要做Follow up的就是 繼續新發危機 繼續是Umbera Cooperation 是 那他今次就 最近就發放了一段Gameplay 那就是 好像是2打2 3打3 3打3 那他又是一個 之前大家見過的場裡做打 那你依然都會看到一堆喪屍在那裡 站在那裡不知道做什麼 對 是觀眾來的 GoGo Let's go 加油 我想到的就是以往FPS 其實你玩單機都有一些 不能打的人 那些都是走走走走的 不過這些可以打的 這件事我都算夠了 即是你玩CS 剛剛有伺服器 那我就是那個人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我不會打你 我只是放個Granade OKOK 那現在是什麼事 Baza 當我多看兩眼的時候 你開槍的時候 我覺得算了 都像以前Baza 跟著跟我說 可以貼上牆子做Cover 我就又有你 即是我當你是像 Tasina 我忘記 GTA那麼多一場Cover 對 GTA類似是這樣 他還有一個地區 你可以給你拍下去 他就不是很想 他那種Cover 好像當年Year of War 那種Cover 我會覺得像Ghost Recon 完全一樣 好 接著我再看一看 他拿那把爬山的褲 靜靜地走到後面 一下子 那一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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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我一看這段影片 他的攻擊範圍 是差不多兩個身位20 你沒有看那把爬山的褲子嗎 你的頭那麼高的 你把爬山的褲子 我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一本這隻 是死神臉刀 對 我看到他一撈到雲睛那裡 你把爬山的褲子 可以撈到那麼遠嗎 還有我看到他槍擊那方面 我真的覺得好像Ghost Recon 坦白說 你恕我孤立寡文 我不覺得他這隻褲子是 把爬山的褲子 不是 他不是搞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例如他有個Gemma 是 他Gemma就是打到你之後 那些喪屍就會衝過來你 圍著你 是呀 但是那些喪屍是 弱智 智障腳兵 是完全是巴克斯溫那些喪屍 可能你遲些會看到 好像第二集那些變形喪屍 我希望他有 因為他那些就是主要玩電競的 是呀 三對三的 那你中間那一方那麼強的 怎樣是電競呢 但是其實電競會不會真的 會放這隻遊戲 那看看他怎麼做宣傳 他自己搞的 我覺得應該不大可能 會真的人家的大比賽 放你這隻 很難說的 你真的不知道這比賽 有什麼態度 正等於我都說 其實跟CAPCON關係好 那就讓他放 即是未必跟CAPCON 因為你真的猜不到 都說日本人 連葵花寶妮和東風不敗 即是街霸2的外版 都可以拿出來打個比賽 沒有所謂的 打架鬥比賽 即是打電競的人 是沒有所謂的 總之你把這個改版出來 大家用改版 大家玩不 沒有所謂 但是在電競方面 我覺得他仔細得 是做得不太好 Beta 我幫他鬥了 OKOK 出來不是變Beta 即是Forever Beta 是啊 那他慢慢改 我覺得你好像20周年 是不是 你有沒有出20周年 屬於這樣的遊戲 不是 他還有新聞 除了這段影片之外 亦都傳了一些傳聞出來 什麼 Bao7 積極開發中 什麼 只講Bao7 沒有任何 其實只知道這個是傳聞 會開發 早前有同事都跟我說 Bao其實有故事 應該還能寫我 電影講到 整個世界都是喪屍 然後你遊戲那裡 你玩了香港 玩了全球 你還有什麼東西玩 錄的那裡 其實那裡大概兩個小時的故事 一套電影 他分了這麼多關 然後電影 Alice那一套 其實你都玩得很長 所以我覺得 真的不知道他在測試上哪 還有我自己會覺得 他今集這樣 我真的 當沙魚都打到太空 喪屍在太空 我覺得是很合理 好像有 沒有記載 所以Bao7應該是這樣 OK 火星任務 那可能有隻喪屍做你的Stand 然後你靠喪屍力 去跟人打架 咦 什麼呢 神喪屍版 啊 近距離看你喪屍 那隻喪屍咬你那一刻 你震撼一點 那真的行不驚出喪屍版 玩VR 玩VR 不愧是重口Sunny 可以讓你想到 大家Cross Over一下 那你就玩喪屍了 那這隻是不是都差不多了 絕對差不多了 即是你不想再給他時間了 我不想再給他時間了 那講完阿基佬玩喪屍 之後講阿基佬玩動物 好像 哈哈哈哈 咦 咦 我講錯了 這隻是玩動物 不是嗎 是 但這些大很多 有些西河 河馬 大品匠 長毛匠 兵河時期 有些小隻在那邊走著走著 好像都有 都有的 但是長牙虎那些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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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也有的 那阿基佬查實 這隻玩動物的遊戲是甚麼 我知道不是Sone Keeper 是甚麼遊戲 Far Cry 對呀 新一集的Far Cry 那就有片段公佈了出來 因為往陣的Far Cry主要都是一些 在Open World裡面的射擊遊戲 背景主要圍繞著 第三世界國家 或者是發展中國國家 但是這次很神奇地UBI做了新的Far Cry是在冰河時期 武器是什麼呢 就不是槍了 就不是回到過去了 真的是湯匙的土人 其實這個很過癮 但是其實 我覺得Far Cry之前都是間中你的任務 什麼都好 用一下動物 或者窮的動物打 怕被犀牛撞死 這次發覺大家不喜歡玩動物 直接這隻保持多些動物給你弄 大隻了很多天 還可以玩 其實上一集的Far Cry 4 他在一個山區 其實他有外傳 說回男主角的祖先 他用一個神話的方式給你玩 只用弓箭 那裡也有用動物 直接有一隻白虎跟著你 你可以指這隻白虎去咬人 我聽到有個白虎跟著你 不是白虎 也不是白虎重案 我想到多少隻白虎那本書 不是 他簡直好像B.A.D裡面的木印那隻白虎 那隻應該是神話 但是外傳裡面玩東西都是比較神話化的東西 他主角也有一些超能力 所以如果你今集回到史前 他在影片公佈的都是一些大家用陷阱 或者用一些比較土著的武器 像弓箭和矛 那作為一隻Far Cry來說 不知道他玩下去會有什麼玩 因為你沒有槍 那你武器方面其實限制會比較多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們扔弓箭的時候就考慮扔在哪裡 現在就要計算拔物線扔矛 都可以的 其實在箭的時候也有少少要計算這些東西 變了其實這部分 反正大家玩下去也不算太抗拒 有時候說一隻FPS遊戲可以搞這樣 其實也很有趣 這個嘗試我覺得其實也不錯 但是其實這宗新聞出來 其實也有很多很怪的東西 很怪的東西 第一 這件事不是UBI自己爆出來的 其實是IGN土耳其自己無緣無故扔它出來 之後迫著UBI才公佈正式片段 還有如果你記得計算 它段片已經公佈了 發售日期是下年的大概二三月左右 其實你計算整個發展 如果是一隻這麼早出的遊戲 現在還沒做宣傳 其實是有點怪的 應該是E3的時候要說的 這隻遊戲 但是好像沒有提過 完全沒有提過 還有就是 人們都在猜是不是很像 因為其實Far Cry 3和Far Cry 4之間 Ubisoft是出了一隻Far Cry Blood Dragon 其實是一隻小遊戲 它也是玩 我覺得那隻是我搞的遊戲 但是很好玩 我搞80年代的科幻片 是 這次這隻遊戲 大家都猜其實不是一隻 好像Far Cry 4一隻大遊戲 可能它是跟日本Cords Over 因為我拿之大陸 所以為什麼有這麼多土著 我們可以怎樣記錄 所以為什麼這麼遲都不公佈 我們就要等裸之豆拍完 一起做公佈 這個 Sunny的為人和人品 其實大家都知道很久 大家都是斷勾股 Ricky 斷勾股 我也是斷勾股 你斷勾股當然 你真的很斷勾股 那一下斷勾股 真的有勾力股 不過想更加了解 Sunny的為人也好 什麼也好 就歡迎回到YPR 綜合吹水區那裡 那裡你會看到更加多東西 可以跟它交流一下 就是什麼裸之大陸 不知道什麼 弄四個英文字母街號碼 就搞定了 Sunny你要開節目了 真是 浪費了它 回來先 但是如果你有斷勾股 我就覺得 會不會是因為年尾 好像日本和好像有幾家公司 Consult出了一些 有關 又是類似恐龍時代的遊戲 所以我想其實會不會有關係 變成了可能他們是成為這個trend 想出一隻這樣的遊戲 沒錯 上次之前Steam 好像E3也說 Steam有一排 有幾隻恐龍 類似的Far Cry 多於FPS射擊 是比一排紅紅 是啊 所以它這次 可能見Word就 是啊 坦白說你Far Cry 再出多集Far Cry 5 你又是非洲 或者又是可能 第三世界國家 又是 一些槍佔領 坦白說 其實都頗悶的 我覺得這樣走這條路 其實頗好 你叫他試一下 其他方向 說不定下集 可能再玩個上太空 就可以 因為老實說 其實Far Cry 4的故事 十分之不行 是的 就算Far Cry 3其實都是 我不是打主線多 其實是獵殺多 但是Far Cry 3和Far Cry 4 兩個主角沒有什麼 但是兩個奸角都非常之爽 其實如果你說故事 Far Cry 2是最爽的 是 不是Far Cry 4 就像大家已經把奸角 當作主角一樣 OK 我喜歡 你看海報也好 什麼也好 會以為那個是主角 那個主角 不是 那個奸角本身的性格也好 做的也好 會令你很深刻 你說Far Cry 3也是 那個人也是做主角的 就是那個奸角也是 就是那個奸角也是 這個靠今集見過 今集可能那些奸角 如果可以打遊戲 一場無障 那可能大家會喜歡那隻 那個主角的機會 有機會 可能很有趣 或者大王 又怎樣 你的場合 不知道 你不是看《不小心》看照片嗎 他真的花了 太Cross Over 太Cross Over 太大了 真是認識了 SUNYGMI 太天亮自由 大家可能 看看他的故事如何 可能無緣無故 由大家獵殺 Open World 變成故事鄉 或者他無緣無故 變成寵物小精靈 或者變成恐龍戰隊 這樣 哇 合體 哈哈 哈哈 做什麼大分鐘合體 哈哈 嘩 你玩到這樣 我專門砌一部Cross Over 來玩去 不是 有PC版的 花乖就一定 不是砌一部Cross Over 我砌一部電腦來玩去 你玩給我 對 那再留意一下 推西牛 推西牛 即是西牛合體 這次推長無將 好啦 由於因為再說 他真的攝局打 玩動物的東西 真是太離譜了 咦 我們又講了一些超自然 然後講古代 那我們就上去太空 講未來了吧 是啊 接下來這隻的名字 一講出來 大家應該都幾興奮 是啊 Star War 亦都出來了賣 啊 你還說 你錄這幾 sendo正常放烏鴉 現在你現在放包裝 有嗎 啊呀 那邊不是放飛碟嗎 是啊 現在Star War Battlefront 又有新作 這隻有意思 那些東西等了幾多年了 這隻的年 由LucasArt沒有撩 到現在LucasArt拌 элект了 你不知道死了 他那樣是不是才出氣 そうそう 技術家的 其中之一叫定律 是啊 但好像他這次的玩法都頗令人興奮 我可以這麼說 我想問一句先打穿你們五位迪士來弄這次 DICE是EA的DICE工作室負責 EA的 那不用走走中間唱歌也好 應該沒有的 最怕是打眼鏡 我們那一隻遊戲 不好意思 Micky打穿你 你當這隻Battle Fund就因為DICE 你當它是一隻Star Wars版的Battlefield 其實以前也有點像Battle Fund 你好像被人拉低撞住 隔了頸部又重生點再加進去 其實以前舊座的玩法很玩 聽起來好像很悶 但想真一點 你坐著機械人40人 其實是多棒 是很棒的 但我看的Beta畫面 你坐在上面那個就很棒 下面打的那一班就很難打 當是21 是不是才有那個Feel 那才有Feel 是不是好像Battlefield2124那樣呢 我還沒玩過2124 它是機械人又是未來的 或者是做那隻叫泰坦 那因為它裡面你也有機會做了這個黑武士 或者Luke Skywalker 因為你可以做絕地沒有事 那我就有點特別 前作現在是你會看到絕地沒有事 但是你不是自己做的 我試過那時候玩舊作的時候 是看到又好像黑武士出來 還是怎樣 我忘記還是其他Drenner沒有事 那我終於出來 接著我這一邊拿槍 當然又扣那麼後近那麼後不斷射去 但接著那時候下面那個沙地有一條蟲 那些蟲你又看Star War明 不是馬上擦大眼睛等它掉 到幾個黑武士掉進去 接著我試過嘎嘎聲 其實這次一樣 因為我看了一些Beta 它是做這個帝國兵 遠處看到Luke Skywalker飛過來 一路退後一路退後一路退後 然後走到走路沒有路可走 然後Luke Skywalker一下斬起來的時候 上面一隻AT&T很大的機械人 然後一路踩死了它 有剛才我的感覺 OK 這個感覺真的棒 作為兵仔看到這個畫面 你很歡樂 當然就算是舊作 也有一個戰場感 是比得你很棒 那這次這個是不是這樣 那這次我看他的影片 那看他的影片就是 第五集那個雪地星球 就是你要防守那些大型AT&T來炸 但是他就說那個地圖應該要平衡 因為現在那個地圖做帝國兵是優勢很足的 因為你做這個反抗軍 你是要佔著那個點很久 去叫那些戰機來炸那個大的機械人 那你要佔好很久 要叫四五次 而射了它不是射低它 是射低它然後你自己再去打它 OK 打到差不多了 但是那個機械也是口口血的 所以比較難打 但是你看上去都有點刺激 好似是不是像一個故事 其實像故事的 像故事的 但是 那加上有絕地沒有事 那就那個玩法要碰到 應該跟得到 而且雖然說他像Battlefield 但是最重要是他開槍整個 那些光槍招招招的聲音 作為星戰迷也聽到很開心 是啊 還有看到激光 雖然是南螺紅紅飛來飛去很棒 它跟之前跟你打《Rainbow》的哲人 就跟彈來彈去的反應 那些是緊張那些興奮 你現在感覺到整個雜誌 撞來撞來撞去 很棒 然後地圖也很大的 整理回來了 但是我看見在遊戲畫面上 看到一些缺點 第一 如果你很喜歡玩戰機的話 可能你會有點失望 因為我看地圖飛的範圍 比起Battlefield 4是小的 那我相信很多玩家都會很開心 因為你玩Battlefield 4 你見到這戰機這麼厲害 你是不想玩的 因為有少許失平衡的 那另一樣東西我會看到就是 因為我只是一個地圖 那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其他 例如Team Deck Match 這個我還沒看到 我想其實依然會有的 最基本的 我記得之前作也有 沒有以前沒那麼搞笑的 這隻真的很期待 對 都很期待的 但是都是大家奉勸一句 因為都是EA出的 就自己小心 都是那句啦 粉絲的 他怎麼勾的 好像有些作品那樣 怎麼勾都會買的 對 就好像接下來我要改一改一首 那個星節不是都差不多先了 差不多先了 因為都是Beta 我見在座幾位都講到這麼興奮 應該都很適合 大王先穿褲子 一起穿褲子 那接下來你剛才說 好像有時候明知 勾勾地買的 是不是就是講這隻 就是基努力 絕對是 很明顯 這幾個月都沒有哪隻勾過他 我也是說勾勾地 不如說基努力 你臭你又奶了 應該說你 這個也對 那基努力有些什麼臭的 你就走去奶了 阿軒哥你是不是想說一下他的功能 那我先說 話說10月初的時候 那隻Metal Gear Sonic 5 Fanfone Pink 他就那個Metal Gear Online 3 叫做 正式這樣就出來了 那次都 記家軒哥你自己跟他說 都頗為精彩 我都不知道怎麼形容 我會形容好像當年我去玩師兄傳說 裝了一隻遊戲 第一個要玩遊戲是什麼呢 Lock in 遊戲 話說呢 有聽開我們節目都知道 我對Konami這個伺服器有多有信心 你對這隻遊戲有多鍾情 我記得軒哥上集說 那些日常獲得不足 因為它的伺服器的關係 現在可以拿到的 現在都繼續拿到 它的伺服器終於可以拿到日常獲得 OK 那我對它這麼好信心的時候 那是在網路上 那伺服器一定很厲害 結果不負眾望 第一天真的不能進入 即是進入也不能進入也不斷出 是啊 這樣可能是因為我自己是買美版 的關係 那這樣我在香港的PSN 它是不讓我下載 Metal Gear Online的PSN 齁 那我到最後上網找了很久 找到發現 到底什麼方法可以搞定呢 首先我要開個美版的帳戶 在PS4 好 我要再 在裡面開了 然後就玩一隻遊戲 在美版的遊戲 我要 因為不是一開遊戲 你就可以玩網路 那你要玩了頭幾個任務 玩完頭幾個任務之後 在美版那裏 入到網路 那我就開遊戲 然後入到港版的帳戶 那裏 終於可以開到 這個是搞了我一晚 真的是Locker Game 你真的去旅行坐車又坐船 聽起來這麼像買DVD鎖區 這個是真的鎖區 以前是不是他一向的都鎖得那麼厲害 我沒有玩之前的那裏 沒有 那你終於入到遊戲了 所以就是說 萬分興奮 當然是找房間入的 是啊 入房 我有打電話 而我打電話 然後一打電話 一打電話 打電話之後跟我說 We'll come to disconnect We'll come to disconnect 又回到主玩片 已經有連結過 那整晚我搞了好像六七點開始按 按到晚上11點我終於玩到兩次 上次大口講的那隻海虎一百萬按 幾開心 那我正在玩的海虎一百萬 我真的正在玩的 你說下來下去下不上我們就可以停中 算了吧這些題外玩不要提那麼多 第一天我的經驗就是這樣 但第二天我就有改善的 實際都玩了幾次 其實裡面有什麼玩呢 有什麼玩呢 好像他說得很豐富 是啊 結果出來簡單說就是Deathmatch和長期 CSC 你可以這樣說 他又不是這個名字 他是叫做Bounty Hunter 譬如說你殺了對方 譬如你說殺了對手 你殺了一個 你的Bounty就加1 譬如你Bounty只有10 他算你每一個隊員 就可以死幾條命 那如果別人倒下了你 你有10個Bounty 那別人那邊就加10條命 就多一個 那你的數字就交換了 聽起來這麼像Battlefield 好像呢 他還要殺完之後 還要氣球送他走 那你才搶到Bounty 那你就這樣殺都不算 雖然不算 但你一定要送了才走 哦 即是要搬到二邊 敦輪完之後再送走 那裡面也分了三個職 潛行 即是可以用這個隱形CAMO 一個肉盾 肉盾 肉盾 還有Skull 用Sniper 三個職 等一下 第一個職業隱形 他那個是有隱形CAMO 可以限時給你用 那他主要的動作就是去偷襲人 是 但這遊戲不是玩這個嗎 是 那你對戰就有不同的玩法 對戰的話 那你那個SteelCAMO 其實你作為一個正常的玩家 正常的視力的人 你是沒有看不到他的 哦 OK 正常視力我喜歡你這個 那他動的時候都很明顯的 但他不動的時候真的有 即是難看的 要留心看 即是像現實那種CAMO 那你玩了幾次 你覺得這個遊戲成怎樣 其實就OK 因為其實他原本他加了很多 譬如說 狗仔在那裡 又放了一些氣球 好像挺有趣的 但實際上出來玩 唯一我見到有人用的 就是那個Walker Gear 即是騎著那架機械人 整個裝甲騎兵 就是騎著那架機械人 對 騎著那架機械人 騎著那架機械人 可能是坐不上手 什麼都有 那架機械人是有人用的 其他那架機械人 其實很正常的 那個氣球也有人用 因為你用氣球 會加回你自己的隊伍 加回命 即是當他人 旁邊的隊伍扣一個我們自己的隊伍加一 這個有人用的 那些道具是否要你升級或課金才能用到 我見你買裝備的時候會買分 例如我見那些頭盔 身體研碼有五塊水 我現在進去打了幾次好像只有兩塊水 如果你是想即時要的你當然要課金 有得課 有 怎會不課啊 這些東西 你預料了 最多不玩而已 但你整體說如何一款遊戲 我很少玩這一類遊戲 但我自己玩下去就覺得 每個人都當是Deathmatch玩 有很多場地都是人不理氣球數 不是捉人 只是不斷殺 變成普通的射擊遊戲 那會不會索性玩普通射擊遊戲更好玩 其實是 也不是特別好玩 也不是說什麼 即是不是特別好也不是特別差 變成就好像不鹹不淡就好像不需要玩你 我覺得是 可不可以當是一個mini game 即是一隻大作裡面的一個浪費分數 就好像以前GTA 在舊一集沒有得玩online 對 GTA4 就把大家玩賽車賽幾鋪 像GTA4那些online 但GTA4的online相對比較自由 GTA4應該比較自由 GTA4應該比較自由 GTA5應該比較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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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就沒有什麼期待 沒有什麼失望 OK 我自己會覺得當是Bonus OK 當Bonus這樣玩 這個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們今天電玩新聞 反而最後一單就 真的關注一下 我們來說是外國 那裡就 有某些事件 就可能影響到大家 玩遊戲那方面 即是除了遊戲都沒有東西玩 應該是吧 又不可以說沒有遊戲都沒有東西玩 但因為 其實 今天所說的幾隻 無論是南梁 Balhasa Far Cry 去到MGS 其實裏面有一些東西 都很吸引大家 就是他裏面的配音員 沒錯 無論是南梁的聲優 或者我們剛剛說的Far Cry 那兩個間隔 其中一個間隔 很喜歡他的聲音 就是Troy Baker 最重要就是這集 因為其中一個吸引你 就是故事 故事只能出文字比較滿 要有人演繹才會過 沒錯 那我今天想要說的是什麼 就是美國的所謂配音員工會 就之前其實就用了一個投票 就是大家他們的會員去公投就是 進不進行罷工 那他們的工會 因為這些配音員其實算是屬於演員的一種 所以他們是隸屬這個螢幕演員工會 是美國電視與廣播演員聯合會旗下的一個工會 那他們之前就在9月16日到10月5日進行這個罷工的表決 結果就剛剛出了 就96%的會員都投贊成 但是投完贊成之後 不代表他們即時進行罷工 只不過他們說他們授權給一個工會 可以進行這個罷工行動 就是跟著工會就可以再計劃一下 會不會罷工 然後什麼時候會罷工 怎樣罷法 主要其實是拿這件事去談判 這個是一個籌碼 就是現在說90%多的人 我可以罷工 那你自好自為知道 遊戲廠門 那為什麼會有一天大家要投罷工呢 就是他們工會的聲明就是 他們過去那10年20年 跟一些大的遊戲發展商 好像EA UBI 去談了很久都談不定 那他們才要罷工來做談判 這個聲明就提了四點 他們想改善他們員工的福利 那四點是什麼呢 第一當然是錢 那他就想說 用一個獎金形式的commission 那就是說 如果一些大型遊戲成功的話 他們裡面的所有配音員都應該得到獎金 而他們的單位就是用200萬的銷量做起始 而每200萬呢 他們就應該得到一個額外獎金 直至到銷量去到800萬 那這個銷量是計算到下載數的 就是到800萬那一天就OK了 施力可以封訂了 最多是四次獎金 那第二個呢 就是如果大家 我們之前有說的Until Dawn 或者是一些如果大家好像 我這樣說的一些故事是比較激烈的 裡面的哭位或者一些激動的位 就是你都看到一些配音員是給你全部的 那第二點就是要限制一些激烈 或者對聲帶有負荷的表演 那個Session是減到每兩個小時一次 哦 即是HGAME那些 都可以這樣說 都可以這樣說 因為你對聲音的要求是非常 即是不用他不斷勞損 長時間保持勞損聲線 連續去勞損 是的 那第三點就是 如果大家有玩過Last of Us 你看過幕後 其實是配音員做回裡面所有的動作 是 這樣嗎 穿了 穿了 如果你看看幕後片 是Troy Baker 即是男主角Troy Baker做租的 他是自己穿了紙去演的 但是他收了一份工 現在他就說 Motion Capture的關係 大部份的遊戲都很多這些 是的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那你好像知道 Beyond Two Souls 或者我們講的Until Dawn 都是這樣 他就說 因為這麼多 所以在安全方面 他要更加有透明度 更加有多些Russi 那也可能價錢上 可能也要調整一下 即是可能避免一些危險動作 是的 那第四就是這個 增加透明度 就是說 我究竟要做些什麼 我究竟那份藥要我喊多少次 這樣去增加透明度 即是好像 穿成年寺 是不是要新淫 那些 穿成年寺做什麼新淫 我不要說 是的 他的意思是 其實他們想早些拿到劇本看到 是的 即是不要邁到位置 才說 你要新淫 你要尷尬 千元行日才看劇本 是的 那好像我們之前 我和基佬都有玩的 Witcher 3 是的 我那時候看過訪問說 劇本 每一個配音員要說的劇本 是說以幾百頁計算的 一天 一天錄幾個小時 那你對聲帶符合 即是慎防一些 叫做講工的情形出現 是的 而今次他這個 這樣的四點聲明出來之後 很多有名的配音員 就馬上在Twitter表態說我贊成 就包括剛剛之前 我們很熟悉的蛇叔 即是當年的蛇叔 David Hater 還有Mask Effect 一種很有名的RPG 嗯 裡面 做女主角的配音員 都出來說 即是我們覺得 就是支持這個 我們把聲是有價的 是的 Mask Effect是很有名的 那所以 這件事爆出來之後 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見 那 有些人就覺得是一件好事 因為始終 我們遊戲 越來越多這樣的配音員 那他們應該受到重視 沒錯 是的 但是 有更加多的人 是對這件事 覺得是有少少 怎麼說 即是覺得他們一個 坐地起價 是的 他們第一件事就覺得 這件事 是幫不了一些小的員工 哦 會 的確是 因為 現在出聲的全部都大了 但是有名的 那如果真的EA或者UB 不展示他們的話 要找一些小的 Agent公司找人的 其實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說 公司是根本 這些開發公司 是根本不理會這些工會的 所以他們只會 繼續去開發這遊戲 但是因為找不到一些有名的演員 他們這遊戲的進度 反而會被拖慢 那有些人也會投水這件事 就是簡單來說 出一個Tender 我只要看價錢的 我只要100%的 那你不出什麼 就便宜一點 這遊戲買便宜一點 第二件事 有些人都爭論 其實他們說 作為一隻遊戲 配音完是完全沒有用的 其實的確是 因為坦白說 我不是看動畫 我打機 其實我真的不是怎麼理 他只要入戲就可以了 我會覺得這些 除非是除了遊戲 不知道 他好像把那些東西 放回超音年代 那些沒有人說話 只是噓噓聲 噓噓聲 這樣的年代 那你現在 大家玩一隻遊戲 待會再出一隻很超音 百噓的東西 你又說沒有內容 沒有心度 沒有故事 那你又要有故事 你的故事又說要有電影感 你有電影感 那沒有電影感 就是這樣 不像剛剛我們說完那一隻 因為你近年 其實你遊戲很多時候 都是很電影化的 沒錯 你就算不數 那個鬼佬 你說過好像日本人中之龍 你嘗試變成一隻遊戲 不說話 你在玩什麼 你就算GTA 阿 Trevor 不是有那位聲 嘩他不說話 那不會那麼正 阿 Trevor的角色 沒錯 所以 我在我的角度來說 我是同意其實 其實配音員方面 你如果是爭取福利的 是合理的 那其實大家聽到 那四點其實都算是比較合理 那只不過可能 我自己的意見 在這個討價還價方面 可能在一些工會社會方面 可能對一些小的員工 可能有影響 而且討價還價這方面 兩方面 很多時候都會先開高 或者開低了 那方便大家有些buffer位 去再談 那未必是實際這件事 是的 不過大家聽眾 可能不要太敏感 因為其實在外國 很多時候工會 都是首先以罷工 為一個設入點 他們一向都是這樣 其實很多都是這樣 你罷工沒有人理你 是的 其實是引大家注意 其實到最後有沒有影響 其實可能 不會有大 是的 那邊就不流行表決完才辭職 是的 但是我為什麼要看這件事 其實我看上去這件新聞 除了關於 其實我其實都 因為之前幾隻遊戲 因為他有出名的配音員 而去玩 例如Ackham Light 我很喜歡他兩個的配音員 尤其是Bankman Bankman配了十幾年 是 加上Joker Mark Hamill 都是配了十幾年 嗯 但是 另一件事 我想大家留意就是說 其實 外國到現在的 programmer 插畫師 或者其他 遊戲從業員 其實以我理解 是沒有一個大型的工會 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而爆了這件事之後 很多人的 最大的反應就是 你為什麼不理那邊 只是理這些 即他們所謂的 不是很重要的 其實這班真的不重要 其實最主要是跟programmer 和畫師 其實我覺得又沒有衝突 那這班人正在爭取 那沒有人說programmer 那邊不可以爭取 所以其實我會 希望大家留意這件事之餘 如果大家下次買 拿這隻遊戲 除了因為你喜歡星優之外 都關心一下其實裏面 很多人不同的coding 或者裏面的圓畫師 或者裏面幫你整關那些人 或者簡單一點 你拿起這隻battlefield 不要只想要EA 你應該是想來打起碟 應該是 沒錯 你打完這遊戲 你最後出creddy 你也播你半個小時 對 其實這件事是我第一次聽到 有關遊戲界功潮的事情 都希望大家留意一下 除了打遊戲之外 其實這些權益的東西 大家如果支持到 就支持 對 對 對 差不多 對 大王剛才你不是說 我有些事情想要向你交代 或者是 沒有人要你交代 你喜歡說就說 你不說就 駱巴斯 你說不說 好 那我就說 事實就是這樣的 昨天跟軒哥聊聊兩句之後 想試一些東西 結果我就下坑了 之前我變成傲嬌了 傲嬌了 對 傲嬌了 那為什麼呢 我就昨天買了一隻MGSPP 結果一早就說你換了 對 上集還是實在實在 好像這東西 我就一定不買了 那不信大家聽回上集 我也是想幫軒哥試試 PSN的伺服器 沒問題 真的謝謝 我奇怪 錄音今天 那天這麼早起床 在早餐的時候 我奇怪看 Youtube為什麼機佬直播 咦 MGSPP 蛤 然後我馬上傳短訊給機佬 說不買 我沒有想過你沒有懷疑過 我是轉播 我沒有懷疑過 那當然是直播 你正在轉播你的電腦 我知道 不過機佬我看到你 裝完模式之後 畫面都很漂亮 是的 那其實 已經很久了 其實弄了一整晚 因為其實 又是一樣 可以安裝一些Mode 安裝一些Switch FX 令到它變回E3的時候 那個效果 是 那其實我想說就是 即使你安裝了Mode 我放了8S AA 放了透明反腳趾 最浪費支援那個 其實都不會咬卡 是 是 我到現在來說 其實我那張980是60% 我去到這麼盡 就算我去到32的時候 其實都是60% 所以我覺得 這個遊戲也挺有趣 其實也挺不咬之緣 但有件事就是 覺得 它很多東西很奇怪就是 它以遠的版 很斜的 我們電腦看到 質感是很低的 而且射速的衣服是很斜的 但很奇怪就是 它做人物的時候 皮膚很漂亮 好 稍後出到去 石頭是很漂亮的 但建築物是很差的 我不知為什麼 我不知什麼事 很有趣 但是你說你不吃卡 那就去到之後 你說很精細的畫面 一直都是 醫院是49% 出到去是60% 但Frame數呢 60% 保留著 那這個就 你再玩一下 你再好 之後有什麼詳細 就下集再說 當然 當然 這次就 知道 基努是否有奧嬌法 我最後 先休息一下 回來就Part C 今天Part C 會講Google和Microsoft的 發佈會 它們最新的動態 GM發佈會 GM發佈會 先休息一下